大家好 Hallo!Man Club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JoJo 可能會很好奇為何我做外國人 懂得廣東話 是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到居住 媽媽當時不想在香港土生套上長大 但又不懂中文不懂廣東話 可懂中文可懂廣東話是作為一個香港人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他覺得不想我有這麼好的heritage 但不去維持 所以就很堅持一直以來都要我讀 Local School 讀了12年女校 我的廣東話我會覺得我比說英文舒服 因為始終從小到大 可能會跟婆婆、家人、媽媽、小朋友都說廣東話 然後回到學校跟同學朋友都說廣東話 反而是上了大學之後 跟多了國際學生的學生聊天才多了英文 中文好多 我考DSE中文 就到中學畢業了 正大學的時候 剛好有朋友介紹Fill TV的節目 專門找這個鬼鬼的主持去做 這個兒童節目 所以我就開始了真正幕前工作 但是我也不會說自己是100%入了行 我也是抱著一個愛來學習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會繼續來試一下心態 最近上一年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就簽了Agency 簽了我Primo 所以這段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我這個人比較貪心 我又想兩邊都兼顧到 當然我會希望將我讀了這麼久以來的東西 可以在職場上發揮 但同時我真的很喜歡現在演藝方面的工作 或者我所做的東西 我始終演藝方面的東西 我不是當作是一個工作來賺錢或是職業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都希望就算到我興趣也好 可以一直保持 首先主持方面 也很想做一些新的嘗試 但我覺得我自己都需要再去很多地方改善 才可以再take up新的挑戰 然後可能拍戲方面 也真的很想試 拍戲也是 但是始終我明白 有時候看我一些限制 尤其是我鬼妹的樣子 可能不是在每套戲裡面都fit到我這個角色 所以大家有什麼戲 這個鬼妹角色歡迎找我